在吃鸡游戏里每位玩家都操控着长得像阿贝一样 如此高大为猛 阴气逼人 威风凛凛的特种兵 所以打起枪战来毫无负罪感 嘎嘎乱杀 但如果你的对手是这个可爱的特种弹 阁下又该如何去下手呢 没错啊 弹仔派对最近更新了特种弹突击玩法 不仅可以拿枪对射还能示范各种技能道具 并且还有安全区会缩毒 这么可爱的形象拿着一把枪还真的有一点反差呢 我来 啊 竟然当着我的面影神 以为我没看到吗 可惜太远了 没打死 啊 后面有敌人 哎 没看到敌人啊 哪里原来是隐身过来搞偷袭的 可惜你面对的是我这个临危不乱的 但 你死定了 你不用想了你 轻轻松松啦 啊 不服气还想来 因为在干魔室中玩家拥有两条命 被击杀一次只要再跳伞就能回到战场 但同一个地方能淘汰你一次就能淘汰两次的啦 何况我手里拿的是伤害最高的火箭子 就凭那小鸟枪怎么可能打得 一个人打打不过 那我就喊来帮手组队玩 而且在模式中还有不同的技能选择 只要技能选得好 就能和队友打出很好的配合 这把我选的是机械勾爪 只要命中敌人就能强行把敌人拉近身边 恶打一这不就优势在我们了吗 这次 我怎么试一把小手枪啊 你救我 不管啦 队友有危险 让我来帮你 没想到吧 勾抓不仅能勾敌人 还能勾队友 刚刚队友完美躲过了危险的炮弹 敌人都直接懵了 不想玩了呀 好 又来个敌人 别想跑 成功把弹直接喂到了队友嘴里 队友都高兴坏了 还能这么玩 还有谁 我感觉我跟队友现在很无敌啊 啊 对我怎么被击倒了 啊 对我被淘汰了 现在局势非常明显对我不利啊 一打二可以说是非常艰难 但我已经出勾控制住了一个敌人在脸上 而另一名敌人离我还有一定的距离 那只要我先秒了脸上的敌人 就可以让局势变成一打一 有 机会 怎么还有人带变形术 好用 真好用 这变形术能让敌人变成毫无还手之力的小动物 单挑戴这技能不是无敌吗 有病吧 一旦贴脸中了我的变形术 就只能任我柔令了 你干嘛 甚至决赛权敌人拿着威力最大的火箭筒 我也没在怕的 老子真的觉得烦 单人轻松博冠 甚至在组队的情况下也有不错的效果 没枪能把有枪的别人反杀了 就被打倒了 没事 我来了 好一招严扭道令 因为躺在沙滩以上就发现不了是吧 拿来吧你 为什么打不着 大哥 这是战场啊 我拿枪对着你呢 我们可是特种蛋 你是躺得这么舒服 现在我很没有威胁 虽然我的角色看起来一点也不穷 总的来说 单载派对的这个吃鸡模式 特种蛋突击 简单快节奏有趣好玩 可爱的单载形象 拿起枪形成了强烈反常 萌萌的外表也能玩起激烈的枪战 配合技能还能打出意想不到的操作 还有诸多不同的模式可以穿玩 最经典的就是淘汰模式啦 是为了玩家在同一个赛道上竞速 因为单载形象萌的不行啊 途中发生各种意外 也是让人忍惧不惊 而到达终点后 都相当淘汰一部分人 而像阿伯我这种友好的人 当然会尽可能帮助敌人通关啦 还有各种现实模式 比如超级技能模式 所有人尽量得到大幅度的强化 让战斗体验更加爽 甚至还有40厘米长的咸鱼 简直离谱啊 甚至还有猫和老鼠模式 感受躲藏的紧张 以及被狙击时 甚至还嫌疏飙升的刺激 以上就本期全部内容啦 求点赞呀 我的小微游戏时呢 感谢您观看 我们的屏幕区见